蜗菊姑娘 从前有一个女人偷吃了女巫的蜗菊,女巫把她的女儿抓走了,女巫给这个女孩取名为蜗菊姑娘。 蜗菊姑娘十二岁时,女巫把她锁在森林里的一座塔顶,塔上只有一扇小窗。 女巫来时,会让蜗菊姑娘放下她的长发,女巫顺着长发爬上塔顶。 一天下午,蜗菊姑娘在唱歌,一个王子被她的歌声吸引,王子通过藤腕爬上塔顶。 蜗菊姑娘爱上了勇敢的王子,女巫知道后非常生气,她剪断蜗菊姑娘的长发,将她放逐到很远的地方。 王子再次来找蜗菊姑娘时,在塔顶遇到了女巫,女巫将王子从塔顶推下,王子被树枝弄瞎了眼睛。 多年以后,王子来到一个荒凉的地方,突然听到熟悉的歌声,她向着歌声的方向走去。 蜗菊姑娘看见了王子,两人紧紧拥抱,蜗菊姑娘的泪水滴落到王子的眼中,她突然恢复了视力。 王子带着蜗菊姑娘回到她的王国,他们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